欢迎回到港独新闻 喜欢吃吃到饱的餐厅 如果吃够本的话相当划算 高雄市就有饭店业者 看好南部吃到饱的商机 将餐饮部的港式饮茶扩大营业 今天还特别举办了 宣传的活动 推出100元吃 价值600多元的港式饮茶吃到饱 不过只有限量100位 即使是平常日 也吸引许多民众前往排队 让饭店难得出现大排长龙的盛况 一大早八九点 高雄市这家饭店餐厅 还没营业 门口就已经大排长龙 人潮中有男女老少 不少民众干脆席地而坐 看报纸玩手机 打发时间 我大概七点多来的 七点多来 所以现在总共大概到现在 大概不先排到最多 大概两个多小时 这样子排 你是不是觉得这还蛮划算的 还蛮划算的 就可以吃到饱 才一百块而已 甚至有人凌晨四点多 天还没亮 就来排队抢第一 我大概凌晨四点半 凌晨四点半 对 所以就会来吃这个吃到饱 对 你觉得很划算的 超划算的 那怎么做呢 因为它如果是平日来 还要六百多块钱 那这一百块就吃到饱 很棒啊 能多半几次就好了 甘愿排上几个小时 原来只为等领号码牌 用一百元吃价值六百元的 港式饮茶吃到饱 饭店业者抢攻南部吃到饱市场 扩大经营港式料理餐厅 推出限量前一百位 百元享受港式饮茶吃到饱 活动做宣传 即使是平常日照样吸引上百位顾客 翘班翘克来抢便宜 那在近一两年来讲的话 其实整个吃到饱的市场越来越好 那也反映了民众对于吃的一个需求 那所以说在像之前单点的话 我们平常的业绩可能才三四成 那一做吃到饱之后 所以就几乎是天天客买 而且一位难求 麻烦各位可以先起立一下了 我们现在要开始发牌子了 时间一到业者开始发放靠马牌 由于只开放一百个名额 不巧这两位同学尴尬又饿晚的 分别拿了第一百号语 一百零一号 整个你现在拿不到怎么办 一起进去吃啊 就一起分担费用 一起进去吃 然后一起分担费用 要跟他一起卸吗 对啊 我们已经讲好了 还好学生纠团来 可以一起分担费用 另外业者也结合脸书 寄出打卡底消费方案 让今天上门的人 可以怎么吃都超值划算 高雄市议会设政委员会成员 在周三的时候 前往美农客家文物馆考察 除了一窥客家早期生活的风貌 也期盼能够加强客家文物馆的经营 进而带动当地的观光 让更多人认识客家文化 一个字一个字跟着念 刷时间现场飘起浓浓的客家味 高雄市议会设政委员会周三 前往美农区客家文物馆参访 希望透过实地考察 了解当地客家文化的保存状况 很感兴趣 我请教游客 那个是锄头啊 锄头为什么那个那么长的 有没有看过那么长的锄头 哦 那个游客都很感兴趣 对啊 锄头怎么会这个样子呢 这一届可以帮三星母星 所以这是客家男孩子结婚的前一天晚上 一定要经过这个仪式 像我在四十几年前减分就要经过这个仪式 我娶你是有拜天公把你取进来的 这个是明正 太太也说你是有拜天公把我娶进来的 说明正元生不能随便给我离分 所以我们你看看 种种特殊的时空背景造就了独特的客家文化 而透过中理阁的诗词 也能够领略客家的文学精髓 金属的下字 哪里有女儿不爱惜她的小娘啊 后悔 重点在这里 哪里有女孩子不会留恋她的情郎 她是一首三歌 你想想看 所以中理阁先生的客家相对文学 那么有她的道理 此外馆内也保留了各式各样的工具器皿 让人能够一窥客家早期农业生活的原貌 美农区我是觉得说从老师的解说 也让我们都知道 也不一定说要走遍来到这边 所有客家的一些文物都过去使用的 那一直到现在 不管是山林也好 每一棵树木跟每一个动物 我都觉得对我来讲都是很惊叹啦 现世合并以后这样的在我们主委的一个整合之下 其实可以看得到如果我从别的地方进来 来到我们美农以后 其实来这边参观其实可以一探我们整个美农的一个 就是客家人的一个文化精神 还有他们的生活习惯 那我觉得这样的一个东西其实还蛮精彩的 不只对客家文化有了更深一层的了解 议员也期盼能够经营推动文化馆的模式带动观光 吸引更多的外来客道美农来 体验丰富客家文化 港澳新闻注意口采访报道 最近在高雄有哪些值得去参观的活动去处呢 带您来参考活动看板 感谢观看 感谢观看 明天日子好不好 有没有哪些特别需要注意的小细节 透过农民利益带您一块来参考 明天是国立10月21号农历的9月25号 适合祭祀沐浴 不适合嫁娶安床 属兔49岁的朋友煞东方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做参考 明天的天气又是如何呢 通过高雄都会一起向台 来一块关心 高雄台南平东地区 晴时多云 气温是23到31度 南投台中彰化云林嘉义地区 多云气温是21到30度 台北基隆北海岸陶珠苗地区 多云有降雨的机会 气温是21到29度 宜兰花联台东 澎湖金门马祖地区 多云有降雨的机会 气温是20到29度 紫外线指数的部分 北部东部是中量级 中部和南部地区则是过量级 以上资讯提供给您 做参考 以上是10月20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吴志宇 感谢您的收看 祝您顺心平安 我们明天同一时间 再会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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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